中华气功 中华气功 邵行轩大师是浙江气功医院特聘气功师 他那特意的气功治疗功能为无数病患者消除了疾患 他那高明的气功和高尚的医德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熟知 这位女士患肩周炎 她的手臂不能随意运动 吃饭睡觉甚感失利 精神十分痛苦 在邵行轩大师气功治疗过程中 病症逐渐消失 现在也完好如初了 中华气功能 请注意气功师的手和病人之间的联系 从下面势力中 你将领略到寒阳如意宫的神奇笑宴 中华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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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扳都扳都扳不下来 现在基本垂直了 中华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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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 原来的东西 那水里可以拿得在 那么接着这一样 其实不疼的了 那个几乎里面有的 原来水里是这样子的 拿不着来 原来那可以 她自己会发芽的 不大概给多少钱 那么盖全力就是要购买好 人家也没失败 我困家旁边都没好 哈哈 像吗 他自家盖就没失败 这位先生也患有严重肩周炎 在邵大师两次气功治疗下 患者的病痛极有很大好转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届次冬的地亦就感到有摇布 在当上到的病状了 知道吗 这个筏银子疗来原住的感到 酸痛的基部上消毒 割动的比过去好多 或去几包呆来可能戴不起的 你的基部上可能很 对不过去磨叻也也戴不到 你的某一磨好多 所以我感到这个气功了 了发拉还是比较 这个摇布比较明確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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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